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个Express.js的入门课程 今天呢,我们按照之前的教,之前的课程大纲 今天我们来讲到第二节课,就是这个Forms,Cookie和Sessions的使用 首先呢,我会讲这个Cookie和Session 然后最后呢,我们来test这个Cookie和Session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Form,因为一般情况下会用Form来提交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存到Database里面 今天我会用一个相对于比较实用的例子来给大家讲 跟之前不一样,之前主要是来讲函数 因为这一节课呢,我们会为下一节课做准备 下一节课也就是会实现一个真正的Project 会做一个真正的项目 好,我们来先看这个Session 这个大家都熟悉浏览器基础知识的同学呢 应该会知道浏览器的Session 那个Web Service的Session一般是靠Cookie来实现的 也就是服务器给客户端的浏览器发一个Unique的Cookie 然后从此以后呢,就将这个浏览器里面存 这个Cookie就会存到浏览器里面 根据这个Cookie呢,Server端呢就可以确定 当前这个连接的用户是谁 就可以根据这个Unique的Cookie呢建立一个Session 就是这样 那么呢,在Express里中呢也不例外 所以说呢,在手我们先 给大家先建一个 这边就写Session吧 Session的文件夹,不好意思 是Session的文件夹 新的Folder,Session 然后进了Session呢 跟之前一样 跟之前一样建一个 Index.js 然后我们呢还需要一个什么呢 Package.json 为了快速呢 我们把之前的Package.json复制过来 那我们来到这个Item里面 这个Terminal里面 然后我们进入Express.js这个文件夹 就是我刚新建这个文件夹 然后进行NPM 安装一下这个Dependency 就是Express.js 然后呢,我就可以在Index里面呢 写我要的东西了 比如说第一个呢 我需要像以前一样 我只需要复制一下 像以前一样 需要Express 我们还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路由 App.get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最重要的一个就是App.start 这个App.listen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基本上一个Hello World程序 这是我们之前最第一节课学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运行起来的 因为我们今天讲是Session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引用一个新的这个Express.module 它就我们把它请名叫Session 它那个需要Require一个Module 它的Module名字叫 这个部件名字叫Express.session 然后呢 我们先加了Require呢 我们就要先记得把它加到Packet.json里面 这边呢 我们是要加一个Express.version 是任意Version 我不在意 Express.session 所以呢 这是一个Session 所以说我们在调用这个App.get这个路由之前呢 我们就需要设定这个Session 来保证每一个Require先到之前一个中间键 再经过我们的路由 因为所以说到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访问到一些Session加进来的内容 我们在这边就用App.use.session.tom 好 我们试验一下我们的成就 我们需要运行NPMI 刚才忘记了 在等这个NPMI的同时 然后已经完 就是我们需要NodeIndex 好我们再到Localhost1234 这边有 SecretStream must be provided 我本来准备给大家先展示一种 没有传SecretStream的情况 现在看来它已经不支持这种情况了 所以我就需要在这边需要给它传一个Secret 这边其实是可以任何的字符 那就是ID呢就会等于Request.paramuse.id 这样我就会得到ID 我随着Console.log一下ID 好 在Console.log 我先试验一下极端成App 这边不应该是ID 加一个ID吧 ID冒号 加ID OK OK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Server 那我直接 好 我在这边传入 这样还是1234 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一旦给它传入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给它传入1234的话 我在这边就可以看到ID是1234 我要传入是7890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ID是7890 好 我给它传任何ID的时候呢 我想让它下一次访问这个根目录的时候 告诉我我上次访的什么ID 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很容易 就是我每次访问ID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ID呢 存在这个Request到Session这个Object里面 点ID 我给它附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 给它命名成UserID吧 ID吧 命名成这个ID 这样呢 我在这边散的回来 这个请求的 散的回来这个Response的时候呢 我其实也可以给它加一顿 我不需要Hello World 我说 UserID ID is 冒号 我这边加个ID 如何获得这个ID呢 ID呢 就会从 Session Dir Dir 啊 不对 Request Dir Session Dir ID 好 我们来 重新 启动一下程序 好 我们先给它设定一下ID 我们看到了Hello World 这边看到7890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如果直接访问跟目楼 大家会看到什么情况 就会看到我的ID 这边为什么得到了乱码呢 因为ID呢 是这个Session的这个 一个内部的一个参数 所以我们其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用这个UserID 不把它直接把这边直接写上ID的原因 因为ID是Session内部的一个参数 我们最好不要overwrite它 所以我把它写上UserID 在这边呢 我输出的如果是UserID的话呢 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了 呃 先重新启动一下程序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重新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我看到了ID等于7890哈 看完我们不喜欢这个数字 我们喜欢6666 三个四个六 我们看到了6666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呢 我再重新刷新一下界面呢 我就可以看到UserID是6666 无论多几次访问这个页面 我都会看到这个6666 但是呢 唯独有一个事情不不可以 就是如果一旦我的Server 呃重新启动了 那么Session呢 就会被clear掉 看这边是undefined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呃 这个如果我们默认情况下呢 这个Session呢 是使用呃 内存作为呃 当前呃 node.js的这个进程的内存 使用的内存 来存储这些Session数据的 这样呢 就导导导致一个问题 我们在真实的这个网站开发中呢 呃 API开发中呢 呃 一旦Server重启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User所有的login data 全部全部失效 这样这个这个一定是我们不喜欢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种database 一种数据库 来或者叫SessionStore 呃 来存储这样的一个Session的数据 这样保证在Server呢 重启过程中呢 不会产生Session的丢失 呃 User的Session呢 会被保留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就会讲一个新的内容 就就就会用到一种数据库 叫Redis数据库 呃 我们会把这个Session的东西呢 呃 存到 存到这个Redis数据库之中 呃 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 使用这个Redis 使用Redis呢 首先要去这个 呃 Redis这个官网呢 运行这几个步骤 先download 然后再make make完了 记住这个框里的 不是全部 呃 记住这个make install 而因为它会copy一些 呃 这个命令呢 去你的这个 这个 呃 这个global这个bin 这样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这个shortcut 就可以访问 不然你还得 呃 每次都会copy这个全部的这个 呃 文件 文件 附的这个文件pass 来运行 这样 运行这般这个make install 就比较简单了 好 因为我已经安装完了这个 呃 这个 Redis 我这边呢 就很简单 就运行这个Redis Server 我就可以启动Server了 这样我看到现在有一个Server 我的Server在在启动 呃 然后呢 呃 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然后 就在这边呢 需要改变一下我的code 我们需要首先呢 需要将呃 Express 跟这个Redis连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connector 我这边已经把这个connector写出来了 就是这个connector是怎么写呢 就是需要调用一个这样子的 把它引用在session之后 因为它需要因为它是一个session的connector 所以 呃 我需要 呃 require这个package connectredis 这个connectredis 实际上 Express很容易跟redis进行connect的一个 一个 呃 一个 呃 module 呃 用的这个session的时候呢 我需要给它传进去一系列参数 这个参数呢 首先 这边写的很清楚 首先会有一个store和secret 之前的例子呢 我只传一个secret 我这边是传的一个mai mai 子 edu 呃 这边呢我们今天由于我们 呃 还还要再传一个参数就是store这个参数 这边就是new redis store 然后这里面需要传入一些参数 哪些参数呢 目前我们只需要一个两个参数 一个是host 就是localhost 还有一个是port port是什么呢 port是 我在这个redis的 这边呢我可以看到它port number是这个 好 我只需要这两个 然后现在呢我就可以重启我的server了 node index 好 我回到我之前的task文件 我这次呢给它写 咱们写8888 比较吉利的数字 我可以看到888已经被我存了进来 然后呢我如果refresh这个 server呢 refresh这个这个页面呢 我可以看到useridees888 我如果重新启动server的话 我要再刷新这个页面 我还能看到888 就跟刚才的表现是不一样 刚才如果这边就会 我重启了server的话 这边呢就会变成这个undefined 这就是如何用redis 是这样非常简单的 那下面呢我们来讲这个forms 为了展示forms呢 我们首先需要得有一个forms 用 给页面显示forms的最简单的办法呢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使用一个模板 里面放一个forms 这边呢我们写一个forms 到js 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写过类似的模板文件 我们直接把这个文件复制过来 稍微做一些改动 首先呢我们需要在这个packet.json里面呢 require这个handlebar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handlebar的这个template 我还是requireexpress 然后呢我setviewengine setview在templates这个文件夹里 然后我这边就不需要了 只需要根目录 在根目录之中呢 我给它render一个forms 这样子一个template 我在这边呢 新建一个folder 因为我这边写的它的templates templates 这个文件夹是没有拼错吧 templates ok 在里面呢我新建一个文件 就是forms.hbs 好在forms里面呢 我里面就写一个forms 就是一个简单的http http格式的form form 然后里面呢 我就放两个input吧 一个第一个input是type 等于text text 然后name呢等于username 复制一下这一行 复制一下这一行 这边呢我写个password 它也不是password 名字是password 然后这个form呢 form呢 这边呢 method 我需要给它写个叫post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一个submit button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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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 ok 这样呢 我们重启一下我们的server 不用重启一下下面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form 这个文件 这边 onpmi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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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重启一下下一个市里面 这样我就看到一个 呃 就是password 然后这边是username的一个这样的一个session 这样一个页面 这样一个view 我要想在server端呢 取到这个我这边post过去的一些内容呢 我这边就需要加一个路由 我需要加个路由 就是因为它是message post 还是会post到这个一样的根目录 我在这边呢 就需要console.log 我想看看它post过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会在body里面 我这边是username 我可以看到它的username 也就是userlogin的时候呢 我会有它的username 我会也还会有它的password password OK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 在这边呢 我们会需要require一个model 这个model呢 这边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大名鼎鼎的bodypaster 等于require bodypaster 然后呢 我还需要把它放在pack.json里面 n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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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继续改这个code form.js form.js 呃 在有了bodypaster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所有的get之前 我们可以先讲app.js 用bodypaster 用bodypaster extended等于true 这是用来parse form的 回到form extended等于true ok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server nodeform 好 回到我们这个 这边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但是呢 这边 我们如果type一些东西 比如说my sedu 密码我们写great great ok submit 看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form呢 被提交到了 这个 通过这个post提交到了这个server段 在server段我就可以看到userlogin data 这里呢 在这边呢 其实就可以根据 现在我们还没有session 把session的内容再移过来 我们session内容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session 我们这边就暂时不用了 那个redis了 没有 因为很简单 没有意义 再暂时第二遍 session 然后我们需要在use 这个session app.use session 在bodypaster之前 在get之前就行了 他们之间没有顺序的要求 然后这种情况呢 我是不需要传session的 不需要传store 不需要传这个store的 ok 在这边呢 如果有了session的话 在这边我就可以做一些数据库的查找 比如说 我可以看这个user呢 在不在我们的data 在不在我们的data数据库里面 我们在这边可以简单写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叫user map 这个user map 其实完全不必要放在这边 也根本不需要hardcode 在这边 这个user map 其实上可以用一个真正的数据库 然后联系数据库 进行数据库查找 查找完了 然后return的一定数据 但是呢 这里呢 我们就暂时写一个user map吧 比如说第一个user map 是我的名字 畅然 嗯 这边不用一个map 用array就行了 user array 然后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是畅然 第二个允许的登录人是mai 子edu 然后把之后的删掉 然后我就这边就写 if if user array .index of 所以呢 request of index of 这个username 如果index里面有这个username的话呢 我就 就 呃 做一些事情 另外一种情况 呃 我就做 我就把这个request.session.username呢 给它等于成username 如果没有呢 我就把request.session 给它destroy掉 destroy 好 如果你是任何时候把这个登录信息出错了 我们就要destroy掉 在事件完毕之后呢 我们需要refresh当前page 让user refresh当前page 我们需要做的呢 是response.redirect redirect到这个路由 好我们在路由里面也进行改 现在目前默认所有人都是看到这个登录page 我们这边做一下做一些区别 比如说我可以给它先附一个username 有没有每次在打这个有点长 嗯 付这个username 好 我们response.render 是在没有username的情况下才进行 所以if username 如果我有username的话 我做一些事情就是response.send 我发一些东西 发就是hello 那空格 加上你的username 就是一个问好的页面 如果在另外一种情况呢 我就用else response rinder这个登录页面 好 这样呢 我的一个简单的登录界面就做好了 啊 啊 啊 这边有一些 语法错误 哦 这边少了一个括号 少了一个if 最后的括号 好 使用 然后呢 我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这样我就得到 比如说我输入一种xxxx 全是x的话 我在这边看到是xxx 所以呢 user呢 进入这边 把这个session 当天session 虽然它没有session 但是也把它destroy destroy 掉 然后redx回来 到了这边呢 我user又会看到这个form 但如果呢 我输入了正确的登录 比如说 我输入mazedu 在这边 然后密码随便输 然后如果登录的话呢 嗯 我这边呢好像有点错误 我这边不该用body 这边应该是 呃 request 呃 request点 因为我set 把这个username是加在session上的 所以说应该是 usquest.session.username 和重启一下这个server 这样呢 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啊 我这边写mai 啊 不是session 这边写这个mazedu mazedu mazedu 我 submit 这样我就成功登录了 我在这边看到了hellomazedu 啊 好 呃 这样呢我们就讲完了今天的课程 今天课程就是有关form 和这个session的一些交互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 就最后一节课 带大家真正的做一个project 呃 就是这个to-do list 用express.js来实现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